食堂经理 食物浪费是当今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该领域的研究表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去餐厅或食堂吃饭 对于餐厅经理来说 准备足够的食材供顾客消费是非常重要的 大多数餐厅和食堂经理每天都要准备适量的食材避免浪费 玻璃废料每年达800万吨 纸张浪费每年达2600万吨 但食品浪费每年达3500万吨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 控制食物浪费是一项挑战 有些餐馆的每日菜单上有一些食物 可能不点菜 但他们应该每天备菜 每年有4900万人遭受粮食危机 简言之 6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难以保护 每年有15%到25%的超量食物被浪费 每个机构约1500到2500美元 另一方面 提高食品质量 了解客户的反馈更为重要 经理可以提供更受顾客欢迎的菜品 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 所有这些想法和问题都可以通过SJ来解决 使顾客和餐厅经营者双方获利 SJ是一个可以称之为食品预定的黑匣子 这个复杂的系统记录菜单上所有食物的数据 并接受用户评论 审查参数只有喜欢和不喜欢两个值 用户可以轻松地访问微信小程序 该计划旨在于系统进行交互 选择他们已订购或浏览的特定食品 并为每个产品提交评论 该系统由用户应用程序和网络部分组成 其中经理可以检查审核并生成报告 该网站的网络界面只有一个面板 显示一些有关食品评论的互动图表 同时还可以选择将系统中所有数据 导出到Excel文件中 如这里所示 该应用程序将连接到本地网络 该网络在路由器的帮助下 构建在复盆子派上 用户输入的数据可以在云的任何地方看到 迷你小程序演示如下 在网络部分的另一边 食堂经理可以接收到互动数据图表 并查看评计食品的详细信息 该系统还可以在Excel表中输出 整个数据库数据如下所示 SG是一个旨在从食品质量检验方面 缓解食品浪费问题的项目